专载自百家号作者,闲鱼冠军2008年北京奥运会,他代表中国获得第一枚奥运男子拳击冠军,并在2012年伦多奥运会完美威眠,2014年转战职业拳击手获金腰带,他就是邹世明。 2016年,邹世明在拉斯维加斯,战上泰国选手昆比奇,成为WBO世界全级组织,营量级次次轻量级世界拳王金腰带得主,也是继熊招中后中国第二位职业拳王。 2004年雅典奥运会,他夺得了铜牌,实现了奥运拳击史上中国领奖牌的突破。 2008年北京奥运会,他代表中国获得第一个奥运男子拳击冠军,并在2012年伦多奥运会完美威眠,辉煌过后。 他依然改张职业拳击,世界拳击理事会授予中国拳手奏世明荣誉奖,以及世界拳击理事会和平与和谐大使称号。 他在演讲中讲到,因为他小的时候经常被女生给欺负,他想要变得更强,他身体里面的那一股倔强和不肯服输,他就是想让自己更强壮一些。 当他小的时候戴着两个拳套,举起来像个小螃蟹一样,那拳头比他的脑袋还大。 那时候他的妈妈非常的反对他练拳击,他妈妈接受不了他被摆得满身是血躺在地上的样子。 然后当时他的教练跟他说,如果你真的不想练这个拳击这项运动的话,你就跟你妈妈回去吧。 然后他就跟他跟他教练说,这是他活到这么大唯一最感兴趣的。 而且没有半途而备,可以得到别人在阳的事情,因为他从小做什么都非常没有自信,而且也得不到别人的认可。 他说,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,拳击第一次给他带来了自信,在阳和坚持。 当时他想都不敢想,今天能站在奥运的舞台上,也站在了职业的舞台上,也从来没有想过他就这样一年负一年的。 他终于进入了省队,进入了国家队,终于迎来了他第一次世界业余拳击锦标赛。 那时候的他非常的胆怯,那种胆怯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盛大的盛会。 他想改变中国拳击的奖牌的突破。 人家看到我们中国队的队服的运动员,他们根本不希望离我们,而且有时候还会有一种藐视我们的感觉,并且他们很不懈得我们中国队。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,他输了,当时他很不服,他说没关系,我还年轻,我还有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。 到了2008年的时候,他开始胆怯了,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,他不敢说2008年输了以后,他还有2012年,人生有几个奥运周期。 而且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,是在我们中国北京上举办的,就是我们是东道主。 可想而知那时候他的压力有多大,整个中国全机的历史就要在他的身上。 当时他在比赛的最后一天的时候,看到他的好朋友都拿到了冠军,而且都已经赠了国歌。 那时候他的压力比之前的更大,第二天要唱体重比赛。 但是他的陪练,都是比他高的。 他在做一个进攻的时候,突发意外,他受伤了。 而且,第二天他就要去比赛了,全场的人全都傻了,他也傻了。 那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处理伤口。 他的教练帮他处理伤口的时候,处理完了以后,他教练说,嗯,你去跳绳吧。 那时候大家都呆了,到底是为什么? 因为当时还有体重的原因,必须还要出汗。 回去的路上整个车子都是很安静的,安静得可怕。 他也看着窗外,心想难道我真的没有这个命吗? 没有奥运冠军的命吗? 在2008北京奥运会的时候,他的最后一个回合。 那个时候他的心情很复杂,然后这么多年这么艰苦的比赛,这么艰苦的训练。 当他从座位起来的时候,走到中台中间的那几秒钟,他的脑子里面飞快旋转了很多以往的血与泪。 然后还有教练,还有那么多朋友的支持,于是他坚定了一件事情,那就是我是中国的男人,我必须要顶住。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,他在2008北京奥运会的时候,他夺冠了2008年的时候,终于站在了中国期待已久的最高领奖台上。 他获得了金牌,邹世民告诉我们,没有人是可以永远会赢的。